中国演绎 道气十足 六个星期来 58名志工固定每周两晚一起排练 主题是 钥匙如来十二大院 两首我们是用手语跟妙音的动作来呈现的 然后加一点点的那个演绎 中曲呢 就我们这次用中曲 慈建马六甲分会第一次以鼓来演绎中曲 与手语有别 大幅度的肢体动作讲求整齐一致 练习出齐 有些人吃不消 第一次靠中曲的时候我就讲小歌要讲大 考虑度 身体还有瞄准度 动作要做好了 整齐度 然后速度 一开始会有一些事故就会反映说 我的手拿不起来 练了过后全身酸痛 到后来大家发现其实练起来也不那么难 所有的身体的这种疼痛都应一都克服 各自反映人心 贪嗔吃慢疑 演绎者心境从随之起伏 最终回归平静 我要表扬要是佛的悲愿真的是无边无量 憎恨和暴力 就这几句话的时候就给我很力量 其实我从这里我可以认我抒发了 我抒发了 我感觉到说那个歌词好像在开导我 在跟我讲话这样子 好像在劝导我一些事情这样 你的心会很静很沉淀 所以我们是很大声地在唱的时候 你的心是很定很平静的 岁末祝福活动将至 聚工抓紧时间排练 希望呈现充满能量的演绎 大约新闻李彩晶 钟建明马来西亚报导 不愿者 彩虹 调